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場是李桑雲這學期最後一次的上課 老師在輔倫大學還有四個禮拜的課要上 我就想說一段時間來 這樣就辛苦 這邊應該讓大家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在Youtube上看他老師在很多場合有講 事實上他在紀州演講的時候我有去聽 已經講得很生活化不會講得太古板太僵在那邊 會有很生活化的那個題材 我想請教老師是不是可以這四個星期來講莊子 講比較生活化的這樣讓比較活潑一點 不是只有講哪些條文 他覺得這樣也是很好的事 對大家 我看一下登記都滿了 好 照演的同學 我們偉大的老師拍拍手吧 他要講這個提綱都給大家了吧 好不好 很好了 所以大家趕快來上課 還能過年時間 大家心情更輕鬆 更愉快 各位老師拍一拍吧 我們上課了 搞那一首勒 大家好 很快樂啊 今天是我們李商禹師這個學期最後一次的課 剛才姚社長也給各位說清楚了 因為我還在福大大學裡頭還有四個星期的課 一樣要上台北嘛 所以他就非常的腦筋很靈活 又很好心 總想讓各位可以多一些時間在這個地方共同的來學習 所以就跟我商量說這個是不是還可以再講四個禮拜 當然就是政客之外 你上一年政客之外另外找一些題目來講 所以就從我身上要掏寶 我在大學裡頭講學半個世紀五十年 我講過的課有二十幾門課 所以要從我身上掏寶 要掏光 我要很多很多年 掏的光 但是姚社長眼光很好 一掏就掏到兩個最大的寶 就是理商隱私跟莊私 因為我的專業很多領域 很多領域 跟一般的學者不一樣 有些學者的領域就比較窄 只會一種 那我大概在中文學界裡頭 應該比較少數那種博通的 就是各個領域都有涉獵 還能夠有一些超越一個專業領域 去做一些基本問題的一種思考 所以我想要講課對我來講 是沒問題 你要聽什麼我都可以講 所以各位有興趣 我就很樂意講 講學有很多層次 因為學運裡面 比如同樣一門課 我在研究所講 不一樣 他們做學術研究 他們寫論文 我必須告訴他們 學術怎麼研究 論文要怎麼寫 那個史料功夫 方法學 那個都要有一套 比較深的東西 因為他們是專業 叫做學術研究 大學生同樣 我講理商也是在研究所講 跟在大學部講不一樣 因為大學部的學生 未來畢業出去以後 未必見得要當學者 所以是要回到生活 回到人的存在 回到我們自己的體驗 那個地方去講 那一樣 我們今天明天講學 講莊子 你可以講一套 大家都聽不懂 因為我們今天像中國的哲學 我們所謂的哲學 不管是孔子 孟子 老子 莊子 在學院裡面 要嘛從西方搞一套 那種西方的哲學的 那個框架 那個理論 要嘛就只是抽象了 從一些概念 講一套純理論 完完全全已經離開了 中國文化思想的特質 中國文化思想特質在哪裡 第一個 第一個 主體 主體就是人 就是你啦 我們生命的本身 我們活著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很多 人生的問題 所以 主體性 它不是一個客觀的知識 不是一套跟我們的人生 聊無關係的一套客觀知識 然後第二個 實踐性 要能行 知與行不能切開 你光知是沒用的 你要去行 行都要體驗嘛 才能實踐才能體驗 所以我這些年 即使在學院裡面講 老子講莊子 除了學術的那個層次 我必須給學生之外 我還是不斷地 要求交代學生 要把 老莊的思想 要能夠 回歸到你們自己的 當代的 面對的社會 你們自己的日常生活裡面 舉身體力行 有所體驗 那個地方才有創造 否則都是 只是在堆砌史料 堆砌文獻 再搞一套 跟我們的生命存在 兩無關係的一套 純理論 整個中國的文化思想 精神全部喪失掉 到最後一套專業的東西 人人不懂 講了半天 沒有人懂 那有用嗎? 沒用 在明天講學 我幾乎 學術的層次 一定要把它剪到 基本必要的中 有為交代 但是重點不會放在 學術那個部分 會讓我們的文化思想 回到我們的 現實的生活 面對我們當代社會 面對我們每一個人 日常的生活 你的人生困惑 你的問題在哪裡 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能夠 從我們古代的 先聖先賢的思想 得到啟發 能夠對你 人生有一定的幫助 否則的話 讀書沒有意義 到最後沒有意義 所以一定要回到生活 我想我在這裡講課 一定會把它 回到生活的前 但是當然 我不能夠離開 因為我畢竟在講庄子 我完全不管庄子 自己隨便發揮一套 那就不用講庄子 我自己講就好 所以我們還是在 庄子的思想的基礎上 但是我們讓它 回到人間 所以我這些年 一直不斷的想把 老子、庄子 從遠在天上 把它召喚回到 我們的人間 如同我們鄰居的 那個歐利上 歐巴上 我們聽聽它講一點道理 大概我會 這樣地去給各位 講後面四個禮拜的課 好嗎? 那彼此了解一下 好,我們今天繼續 上個星期的 清靈台 這首詩的背景的故事 上禮拜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那 我們做絕句的時候 各位很多都是詩人 你會看到 古人做絕句 重要的都是在三四兩句 因為精彩的好句 經常都是在轉 第三句轉 就是在第三句 第四句 你看清靈台這首詩 前面兩句 平平敘述 平平地把故事做了一個簡單的交代 但是第三句 第四句 卻能夠 由李商隱自己 讀出心意的創造 這兩句 就必須要好好的去體會 莫亞韓品為甲蝶 等賢飛上別之花 這個版本 馮奧這裡頭第三個註解 文藥英華本作 許 莫許韓品為甲蝶 等賢飛上別之花 莫許跟莫亞 這個版本就有差別了 我們有時候版本上有不同的字 差別不大 就不用在那邊爭論 但是這兩個意思完全不一樣 這兩個字放進去 意思完全不一樣 假如你做事做到這裡 你用許或者用亞 你就自己要推敲半天 到底也要用許好 用亞好 因為這兩個意思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莫許就是不允許 不許 不許有某種道德的強迫性也好 或者某種道義上的一種相互的服應 因為 盤平妻何等 真結 你看 這宋王 要 把她奪過來 她們繼續說 是一個非常真結的婦人 她從台上跳下來自殺 那請問 夫妻角落對等 有一個這麼 竭烈的妻子 是不是相對應該有一個 也是非常 很有解操的丈夫 對嗎 這個就是 彼此之間是對等的 對等的 所以不許 是一種 是一種 道德本身 就是一種規範 或者是一種內在 韓平自己內在 對應到她自己妻子的這樣的一種解戀 她也用同樣的態度 回報她的妻子 所以韓平 在這個故事裡頭 韓平當然已經自殺了 所以 夫妻兩個人 最後都自殺 為這個情 就等最後都殉情了嘛 都自殺 這個當然是正面的嘛 正面 所以你會很感動 這樣一對夫妻 不屈服在強權之下 到最後夫妻兩個人 都自殺來保持她自己 應該有的解嘲 你會很感動 你會很感動 所以這當然很理想 就人性來講 這很光明 非常的理想 可是假如做亞呢 亞就是驚訝 驚訝當成意外 你才會驚訝 你不要驚訝 韓平也會變成蝴蝶 會化成蝴蝶 因為故事裡面 後來韓平七 從台上跳下去的時候 左右四位抓到什麼 抓到衣服淬裂 就變成片片的蝴蝶 畫蝶非常的美 我上次講過 真是一個死亡的美學 那你也不要驚訝 韓平也許也會化作蝴蝶啊 但是呢 鄧賢 鄧賢是隨便 卻飛上別之花 飛到別的一個花去了 那是不是移情別戀啊 跑掉啦 移情別戀啊 這樣講 跟上面那個意思完全不一樣喔 上面那個意思是兩個都是很 結列的夫妻兩個都一起自殺 不屈服在強權之下 保持他們的解操 完全是一個很正面的 很理想的道德性 可是 莫亞 就變成 不一樣 有太大的落差了 那個女的 為這樣的一個不屈服強權之下 保持自己的癥結 而自殺的 可是這個男的呢 卻可能 另外 移情別戀去了 請問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 理想上來講 一個傑父 是不是應該會有一個 真夫 這兩個相互配合 這才對等啊 真是理想 人性 有他的理想 當然有啊 理想就是應然 應該 應然 可是 我想我們各位都是歷盡 一生啦 也看盡整個社會 假如整個社會 都是合乎人性的理想 我們今天 整個社會不會那麼多 讓你看得都 搖頭的事情會出現 對不對 因此 事實上 一個傑父 他 他未必 就會有一個正夫 這個之間 其實打算 這個是實然 實然就是現實性 現實社會當中 這一類的人都不懂 當然不少啊 不少 我們今天 不要講古人 關我們今天社會裡面 一個痴情女子 經常會碰到 復興漢 是不是 那反過來 兩性都對等啊 一個痴情漢 也會碰到一個復興的女子 事實上 我們現實世界是如此啊 所以 人性 有它的理想 有它的善良 但人性 也有它的不理想 有它的不善良處 世界是不圓滿的 人生 不可能 那麼圓滿 所以 我們 事實上 各位讀過 假如說 莫亞 韓平 唯賈 等賢 飛上北之波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故事 各位聽過吧 秋福四七 漢代流相 有本書叫列寧傳 為很多的女子去寫傳 列寧傳 列寧傳裡面就記載到 魯國 大概就是春秋時代魯國 有一個男人 就叫邱虎子 邱虎 他結婚五天 就離家 離家到成 成國去 到成國去做官了 五年後回來 回到家附近 就看到 商園 商樹園子裡頭 有個女子在柴上 長得很漂亮 秋虎就 這個傢伙就是 色秘秘的嘛 就上去 欸 小姐啊 唉唷 我走得好遠喔 我遠到走這麼久 又雞又渴 我能不能在你那個 商樹下 乘涼一下 吃個東西啊 就等 撩妹嘛 找機會 挑戲嘛 那結婚 那個女子 理都不理她 繼續踩上 不理她 然後她看 欸怎麼不理我呢 她又繼續講 唉唷 你 踩上工作那麼辛苦 也賺不到錢 我很有錢喔 我可以給你錢 好不好 你看 利誘了 喔 那個女子 非常生氣 立刻 搬起臉孔 好好的 教訓她一頓 這個 秋虎子就覺得自己 很沒趣 後來就離開了 離開回到家 她母親出來了 然後就 把自己賺回她的錢 就給她母親 然後她母親說 欸媳婦啊 出來啊 妳丈夫回來了 出來看看 結果一出來看看 就是剛剛才在商園裡頭 挑戲的那個女人 因為才結婚五天嘛 出去五年回來 根本不認得啦 不認得啦 所以這個傢伙 那個挑戲女人 大概是本性啦 本來就是這麼樣 一個傢伙啦 所以 就露出這面目 結果 就把挑戲到的是 自己的老婆 她那個妻子 非常的羞憤 就狠狠地罵了她一頓 教訓了她一頓 然後呢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 我決定離開妳啦 妳自己另外再去討老婆 然後她就跑掉 出門去又幹嘛 不是去告官 去報檢 不是什麼 自己跳河自殺 那這個故事喔 是很有名啦 所以秋虎戲七 後來也被改變成那個戲劇啦 這是很典型的一個故事 你看 那麼一個傑父喔 丈夫出去五年喔 她首富道喔 在家裡辛辛苦苦事奉婆婆 辛苦的採商賺錢 養活她的婆婆 然後她的老公 跑掉以後 以為自己做了官賺了錢 回來路上 看到女人就挑戲 一個傑父 就會碰到一個真父嗎 沒有啊 所以妳也莫要寒貧為家爹啦 等言 非常別之話 你們最熟悉的 民間的故事 歌仔戲也常會演 叫得這樣 薛平貴回咬 王寶傳苦手韓咬十八年 薛平貴回咬的時候 在西寮的地方 已經另外娶了西寮公主嘛 耿賢已經飛上別之花了嘛 然後她回來 那個王寶傳那個戲 有一些橋段 是她回到韓咬之前 這還沒有回到韓咬之前 這在快接近的時候 她回到路上 也是看到王寶傳 也挑戲她一番啦 那那個地方是 戲裡頭是把它改編 因為其實 這個橋段是從秋武戲區 學過來的 但是她把它改編成說 我這個老婆 我離開十八年 她是不是還那麼樣的 真潔的苦手在含咬 沒有跟別的男人亂七八糟 我來試驗她一下 所以呢 就裝著是 就是不同的陌生男人 上去挑戲她一下 看看她會不會怎麼樣 她當然被王寶傳罵了一頓 欸 她自己跑掉 到西寮都討了老婆回來 還在懷疑她老婆 到底會不會受結 這搞什麼東西啊 這個男人 這是男人 這是男人 所以 我們一個基本問題 請問 這個人世間 愛情婚姻有保障嗎 沒有保障 沒有任何的保障 凱世三盟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 人類會發明出這個 誓 誓約嘛 誓 因為 人與人直接不相信 才需要誓嘛 啊 就相信了為什麼還要誓啊 還發誓做什麼 天助地妹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知道 岳浦市裡頭 有一首古誓非常有名 叫上野 上野 情人之間的發誓 用了很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去發誓 就像我們說 海庫斯爛嘛 沒有用 所以 假如莫亞寒敏為俠諜 等賢飛向北之外 這樣寫就是負面的 莫許 是正面的 肯定理想的人性 那莫亞 就是負面的 嘲諷 就變成嘲諷 嘲諷人性 就是如此 愛情 沒有任何的保障 沒有任何的保障 所以 莫亞寒敏為俠諜 等賢飛向北之外 那我想這個 同樣一句 詩 你怎麼練那個字 因為這個 這一句裡面 就專門叫那個動詞字嘛 就亞或者是 你用亞或者用許 因為通常我們一句詩裡頭 我們叫詩眼啊 一個詩的眼睛 一句詩的眼睛 都是在動詞的地方最多 所以這個地方 這兩個字之差 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當然 這兩個版本 我想 也沒有說哪一個對啦 你可以兩個版本 都可以存在 但是意思會不一樣 解釋上會有差別啦 這個 讓我們各位 能夠了解一下 那這一首詩 其實最好的 就是後面這兩句 因為 唐詩主情 《宋詩主義》 在詩裡面加入了詩人 他的意念 產生一種判斷 《宋詩主義》 《宋詩》表現的特色就是 常常詩人會在詩裡頭加入他 主觀意義的判斷 這不是從宋代才開始的 我們看到晚唐的李商人詩當中 他有很多詩 其實會看到他的意 詩人在這地方 以他主觀的意念 下了這樣的判斷 所以莫亞也好 莫許也好 都是他對 這段愛情故事的判斷 只是一個正面 一個負面 那 這種強權去強奪 這個 有時候不是只有民間 甚至於是 國軍去奪成子的老婆 這種在古代 是非常多 所以你知道 在古代的文化當中 男性中心的社會 這種事情 一直都在發生 女性通常都被 當作像財產一樣 可以當作是一個財產 可以買賣 可以被奪來奪去 所以呢 我由這一首詩 再延伸給各位一首詩 來讀看看 講義的第二頁裡頭 有一首席夫人 王偉的席夫人 莫以金石寵 能忘舊日恩 看花滿眼淚 不共土亡眼 這首絕句很有名 非常有名 其實唐宗師主要裡面 有選到這首 這首是王偉詩裡面的好詩 那這首詩呢 在唐代有一本書叫 《本事詩》 作者叫《孟起》 唐代孟起有一本詩話 叫《本事詩》 這本詩詩裡面呢 就講到這一首詩的背景故事 就是它的本詩啦 這首詩有一個本詩在那裡面 這本詩是這樣子 就說當時唐代 凌王李縣 是唐玄宗的哥哥啦 他封為凌王李縣 這凌王李縣呢 因為是王嘛 強權嘛 就像很有權力的人 他的王府旁邊 巷子裡頭就有一個 賣燒餅的 早餐賣燒餅的 叫賣餅的 這賣餅的老婆 很漂亮 長得非常漂亮 被凌王李縣看到了 凌王李縣 哇!好喜歡 問說 那個女子是誰的啊 他說 他老公就是那個 開店在賣餅啊 好 就叫部下 你就給他老公一些錢 看他要賣多少 你看 這個就把女人當買賣啊 啊! 你就看他要多少 十萬八萬 就給他吧 就女人我要定了 就把這個賣餅妻 給強奪過來 給了他的老公一些錢 那你當然沒辦法 他老公再怎麼愛他老婆 你碰到強權 有沒有 那韓平是自殺的 這個老公沒有自殺了 那這個賣餅妻 那一天 林王李縣那邊的時候 也蠻寵愛他的 過了一年多 給他好吃的 給他好穿的 也是非常的疼惜他 愛他 當然那種疼惜那個愛 那不是真情啦 不可能是真情啦 過了一年多以後呢 正好那一天 林王有客人 其中只有王偉 還有其他的客人在 這個賣餅妻被叫出來 林王問他說 嗯 你到我這裡來 我對你不錯吧 蛤 你現在在我這裡 一定過得比你 再跟你老公在賣餅要好多了吧 你還會想你老公嗎 蛤 你看他以為是給他榮華富貴 他就會心滿意足 忘掉他的老公 結果 這個女的 沒有說話 林王就說 啊 你把他老公給叫來 給他看看 我們兩個 看他哪一個 比較好 麥丙的就被 叫到他老婆跟前來 那麥丙的妻子 跟那個麥丙的兩個 夫妻兩個 你看我看你 當場 眼淚一直掉下來 一直掉下來 那那那哭 喔 現場大家看得都很動容 你看 來了一年多 給他好吃 給他好穿 然後這個又這麽疼愛他 他還是 對他的老公念念不忘 夫妻兩個 見面還是這麽樣的一個 深情殘眠 不過大家都很感動啊 連往李縣 也覺得好像有一點感動 嗯 好吧 那就算了 退貨 就這樣 那天都回去了 退喔 退喔 跟他回去 結果就 叫現場這些事人說 這個事情 大家也覺得蠻感動 他竟然蠻感動 我們大家都為這個事情做首事好不好 你看 就拿這個事情來做 大家叫做事 王偉 首先第一個 就把事做好 就是這一首 題目叫喜夫人 莫已經是從能忘救日恩 不要 因為現在的寵 現在靈王不是很寵他嗎 然後他就把過去 他跟他丈夫之間的那個恩愛 就忘掉啊 看會滿眼淚 不共處亡言 這個地方當然顯然 不是直接的寫麥餅期的本身 而是用了一個歷史故事 來做一個寄託啦 也就是 永史以古玉金 用古代的事來比喻 眼前所發生的這件事情 當然孟奇的本事是你可以講說 哎呀這個就是 說說故事穿著附會未必如此啦 不過我想這個故事聽來也蠻合理的啦 他用的這個喜夫人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要讓他回到 春秋戰國那個時代了 春秋戰國這個喜夫人是誰呢 喜夫人當然是喜國的夫人 喜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小國 跟喜國同學後有一個國家叫蔡國 蔡國 蔡國 喜國 他們喜國國軍跟蔡國國軍 都同時取了一個這個念龜 成國的女子 當然也都是貴族啦 取了成國的貴族女子都姓龜 龜氏 所以 喜國這邊就是席龜 那一邊就是蔡龜 喜龜嘛 有蔡龜嘛 有蔡龜嘛 像冬龜要沒有而已 喜龜、蔡龜 那 喜龜長得很漂亮 所以女人長漂亮 非常的危險 她回娘家的時候呢 路過了蔡國 結果 他們兩個算是 因為蔡國已經娶了她姐妹嘛 所以等於蔡國的國軍跟西國國軍是聯金嘛 大小錢嘛 就聯金嘛 結果呢 蔡國的國軍看到這個遺址喔 長得實在太有魅力太漂亮了 結果就挑釋她 就挑釋她 甚至把她扣留不讓她走 所以 喜國的國軍就非常憤怒啊 非常憤怒 因此就挑撥利用楚國 因為楚國很強大 楚國 她說是楚文王 她說這個楚文王去打蔡國 蔡國國軍被俘虜了 被俘虜說楚王倒沒有殺她 而且把她放了 還表示她非常有風度 還招待她 叫了很多歌舞的女人出來 唱歌跳舞 要炫耀她自己 楚國有這麼多的美女唱歌跳舞 那個蔡國國軍連看都不看 懶懶的 楚國國軍說 有這麼多美女跳舞給你看 你為什麼那麼沒興趣 我說你那些女人都不行啦 都不行 那都不漂亮 長得不行 看了沒興趣啦 楚國國軍說 還有什麼美麗的女人 可以讓你有興趣 我說了你也不相信 就是那個喜國的夫人 那真漂亮 楚國國軍楚文王聽 天下有這種女人 會比我這些美女漂亮嗎 我就不相信 那這個楚王就借故 去攻打喜國 他就把喜國滅了 喜夫人就被搶走了 被搶走了以後呢 還罰她的老公 喜國國軍掃城門 讓她掃城門 給她很侮辱喔 那這個喜夫人呢 喜夫人最後怎麼樣 喜夫人有沒有自殺 沒有啊 他沒有像漢兵器一樣 從樓上跳下來 沒有 他還是跟楚文王 生了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其中有一個 就是後來接王位的 就是成王 楚成王 那你說 那你說 那這樣不是很沒有節操嗎 就應該要自殺呀 自殺有那麼容易的事嗎 他的喜夫人沒有自殺 沒有自殺 你看楚文王每天對著這個美女 他就一句話都不講 不講話 這算是一種懲罰 不知道啦 反正他就是不講話 所以呢 這裡才說 看話 滿眼淚啊 滿眼淚 傷心啊 當了滿眼淚啊 所以你說喜夫人內心快樂嗎 當然不快樂 當然是悲傷啊 甚至憤怒啊 甚至怨啊 甚至怨啊 可是在強權的壓迫之下 一個弱女子 你問 要怎麼辦 他當然沒有自殺 沒有自殺 可是他至少還表示了一個 並不是歡天喜地的 跟楚文王在一起 勉強被迫 後來雖然生了兩個小孩 但是他一輩子 就不再跟楚王 有任何的歡笑 不共楚王言啊 王偉就用了這個故事 來比喻 這個賣餅妻的故事 滿貼切的 滿貼切 因此當然喜夫人這個故事 後來也很多人寫過啦 也很多人寫過 包括杜牧都寫過啦 因為他後來被稱為叫桃花夫人 有桃花夫人廟嗎 還為她立廟 桃花夫人廟 所以我們講 一個女人太桃花了 犯了桃花 桃花人人喜歡 所以女人太漂亮 真的是很危險啊 隨時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講了說 要說一個女孩子長得不太漂亮 不要直接講 你長得還滿安全的 不會有危險 到哪裡去都不會有危險 所以這個杜牧在寫桃花夫人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寫喜夫人 有兩個角度 一個還是非常同情她 覺得她實在很可憐 那另外一個其實有點責備她 那責備她的時候 她能拿另外一個故事來做比喻 就是綠珠 綠珠是誰 綠珠是石蟲 在寫巢的時候 一個大富豪很有錢 大富豪的石蟲 石蟲在廣東那個地方 當刺死的時候 用了一斗的珍珠 去買回來的一個歌舞妓 一個妓女 對她很好啊 那一樣 當時候也是 有個家人說 要搶孫秀 要搶這個綠珠 石蟲當然不給啊 我什麼都可以給你 就是那個綠珠不給你 那是我最愛的女人 我絕對不給你 孫秀就寄恨在心 聯合其他人 就把石蟲害死了 石蟲的案件 也連累到了 潘月 以造反 謀反 把她害死 去抄家的時候 然後綠珠 從樓上跳下來 也是跳樓自殺 所以 杜牧的金骨圓那一首詩 芳花 世善逐香辰 流水 無情草治春 日暮東風 願啟鳥 落花 游是 最樓忍 把那個落花 來比喻 綠珠 最樓嘛 落花 游是最樓忍 所以 杜牧在寫 桃花夫人詩的時候 就拿綠珠來比喻 人家綠珠都自殺了 徐夫人 你怎麼不自殺 我覺得 男女真的很可惡 還要人家自殺才滿意 當然不太好 所以我們從一首詩 可以 聯想到各種 其他的詩 這之間其實都有它的 互文性 我們在互文性 這彼此之間 可以相互去解釋 因此我連帶把這個 也給各位介紹 讓你們去閱讀 所以這裡頭 我們就會看到 古代的男女情愛 在政治權利當中 往往是要面對一個 強權的一種壓迫 一種拆散 那你要怎麼去面對強權 有些會像韓品七 像綠珠那樣子 強力抵抗 最終當然殉情 鎖住自己的結操 但是有些最後也沒辦法 被戰友之後 還會轉賣 賣來賣去 又賣給下一個男人都會有 有些就用消極抵抗 像媳婦人就消極抵抗 不配合 所以我想愛情是 很難有什麼保障的 因此我們可以 有這個再去 多讀一些詩 接著我們看底下 那一首就比較容易 六百四十六頁 六百四十六 六百五十六國 六百四十六順 四十六五十六期 第二十五十六八十六指 錢乃倫二手 这种体 代证 你会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有点奇怪 什么叫代证 代证当然是代替别人 写手诗 曲证 证给另外一个人 这种体这是中国古典诗里头 比较特别的一个体 这个在我们一般都会讲叫你代 你代这个你当然是假女的 假女想象 代的话就是等于代言 假女想象 因为古代有几种情况 比如说那个女性 古代的女性是大部分不适智 不适智不可能会做事 所以我们有中国妇女文学史 在中国妇女文学史里头 你会看到整个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 能够会做事的女人实在不多 实在不多 明清以后反而比较越来越多了一点 早期那更少了 很少女人会做事 因此归院 很多归院师 基本上都是拟代 拟代就是男性诗人 假你想象自己是那个女人 帮她来发声 发出声音 替她抒发内心的哀怨 这我们上次讲未有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 内视这样的一种假女想象的情况 代当然就是代言 替她做一个代言 这个从未进六朝时代 这种替代性的书写已经不少了 各位假如有兴趣去看一下 《招明文选》里面 陆七跟陆允兄弟两个人 有写过一首叫 《为顾宴先正父》 这个代替的时候 一般来讲都是替女性做 那有时候也会为男性 不一定 为顾宴先正父 所以基本上 这当然是一种代政 它就是一个代政 代替某一个人证诗 去证一首诗给对方 曹丕也有一首 代刘勋妻王室 他的妻子王室 因为这个刘勋后来别娶了 另外讨了老婆 把他的前妻修掉 曹丕很同情 所以就代刘勋的妻子 写的这样的一首诗 等于有一点愿者那个刘勋 割一脚读词的时候 不晓得温文化老师 有没有跟你们讲东坡的时候 有讲到一首 你们用那个课本 唐宋词选著 里面就有一首 苏东坡的少年友 去年相送于航门外 推写四元花 就润州座代然纪远 东坡在论州的时候 论州在今天的镇江 在论州座 是代人寄言 带一个女性 这个人当然是女性 一个女性 寄给远方的丈夫 去年相送 把这个男人送走的时候 于航门外 在杭州的门外 飞雪四洋花 今年春节洋花四雪 有个见桓家 都还没回来 也是一个代政 所以这种题材 在古代是已经很有传统 从魏晋六朝开始 就不少这样 有人专门研究 这种拟代体 这拟代体 李商与诗里头 这种拟代体 也好几首了 好几首 这两首算是写得非常好 容易懂 我们再看 楼上黄昏 欲望修 有个版本作 望欲 倒过来望欲 应该望欲比较通了 楼上黄昏 望欲修 欲梯横绝 月 有这版本作如 做如比较通 欲梯横绝 月如沟 八交不斩 丁相解 同向春风 各自愁 这种绝句 满美的 这种诗 不是秩序体 秩序体 就是说写李商与 他自己个人经验 这种就是 他序 就写别人 尤其是替代别人去写 这个未免有点 为文以造情 为了写这一首诗 而去想象 这样的情感 因此在古人 对这种评价 当然都不足 那个秩序 一般我们是 以个人秩序 抒情研制 有感而发 会比较有价值 那这样的一种 拟代等等这一类 这未免有一点是 比较去表现一种 财情技巧 诗人的财情技巧 这个很好 但是这个也不必太过度的排斥了 要重视有他的一定的一些美感 价值了 还是可以去欣赏 那很好懂 楼上黄昏 望与修 这个望当然是远望 整首诗 这两首诗 基本上就是一个 你代 假你想象这个女人 有那么一个女人 可能是跟他的情人 或者丈夫 不管是这个情人 约着 要来 要见面 或者是他的丈夫 出行在外 很久没有回来 一直盼望着 他能够早日归家 就像我们闽南语歌曲里面 有一首 望君找归 所以楼上黄昏 显然这个女子是站在楼上 向远方望 在黄昏的时候 望着远方眺望 当然是等待着 他所失恋的那个男人 能够出现 能够到来 所以楼上黄昏 望御修 望就是跳望远望 修 修表示说 都没有等到 没有等到那个人 所以 最后就是失望了 失望 所以楼上黄昏 望御修 欲踢横绝 月乳沟 欲踢当然就是指这个 因为它是楼上 所以这个踢当然是指楼梯 这个地方我就不要把它实际上的去想说 哎 踢子断掉了 我说 这个是个隐喻 隐喻 是始终有虚 似乎好像是在写实景 但是事实上是有虚意 虚意就是其实作为一个隐喻 欲踢本来是一个通路 两个人要见面 当然要经过从楼下 寻着梯子上去 可以在楼上楼台会 会在楼上相会 但是欲踢横绝 就断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始终有虚 枯映上面那个楼上 楼梯横绝了 就是彼此已经不通了 已经断绝了 消息断绝了 很久也都没有来了 或者这么久也没有回来 也没有 所以欲踢横绝 月如垢 月如垢你可以讲 是死血 眼前的景物 就是月如垢 但同时它有虚 始终有虚 所以读诗的时候 虚实要掌握 始终有虚 这实景当中 其实也做着某种隐喻 这个隐喻是什么 月如垢当然不完满 中国古代 月圆都是拿来表示 彼此之间情感的圆满 那月如垢 月缺嘛 月有阴情圆缺嘛 当然是不完满 月亮也像垢一样 不圆满 所以欲踢横绝也月如垢 就是这个男女两个人 现在等于消息已经断了 彼此不晓得该如何来往 芭蕉不斩丁香结 这两句要断开 芭蕉不斩是个意思 丁香结是个意思 不要连在一起 芭蕉不斩是个意乡 芭蕉不斩是指芭蕉的心 没有疏斩 芭蕉的心 芭蕉的叶子中间刚长出来的 叶子是卷曲的 还没有真正长出来的时候 芯叶是卷曲的 所以不斩 丁香结丁香是另外的花 叫鸡舌香 原来原产在印度 这种丁香可以入药 入药也可以吃 那我想这个讲了半天 不如你们自己Google上网 就可以找到丁香 丁香它是重生的 它是灌木重生的 所以它的花蕉一串 一串 整个一串 纠结在一起 就最好看图比较清楚 所以丁香结 结就是纠结 它的整个花蕉纠结在一起 因此这一句 最主要是用芭蕉 焦心没有舒展 丁香的花蕉 也纠结在一起 两个意象 这两个意象就比喻成两个人 用芭蕉也许就是在比喻 那个男的 丁香在比喻现在的这个女的 两个都不窄 都纠结 内心里头的忧愁 是各自纠结在一起 同样春风 各自愁 同样都向着春风 时间季节是一样的 都面对现在春天的季节 但是却分隔两地 各自走私只分隔两地 同心而异地相识 两个同样的心 但是却相隔不同的地方 各自都在为这个感情而忧愁 显现出他们两个的隔绝 并不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 父亲了 父亲 绝情不是 显然是有什么客观的因素 不管是战争 使得他们分离 或者是难得出去做官 游换 没有办法回来 总是有一个客观的因素 使得他们两个之间 没有办法相聚 同心而离居 相见时难 别亦难 同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 芭蕉不斩丁香节 一个像芭蕉不斩 一个像丁香的花蕊纠结 同样像着春风 却各自的忧愁 这小绝句写得非常的美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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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裡面莫喪喪的這兩句畫出來 把它畫出來 古人造詩有些經常就是從學養讀書讀得多 從古代的一些句子 重新把它轉化成自己的句子 日出東南雨照我秦四樓 這地方東南日出照高樓 樓上一人唱十周 樓上正有個離人 這離人當然是指這個女子吧 這個女子 所以這首詩基本上就是在 寫著兩個有情人男女 愛情當中的兩個男女 因為某種原因離別相思 樓上離人唱十周 唱著十周這個曲子 這個當然都用典故啦 第六個註解裡面引了 樂怨 十周是商調曲 商調當然是指古代 每個曲子都有它的公調 公調 公調就類似我們今天歌曲一樣都有 我們現在都用什麼 A調、B調、C調那樣去算 古代是用公調去算 商調 商調曲 商調曲一般就是哀傷的 快樂的曲子 平和的曲子 很平和 非常平和 一般都用黃宗 黃宗公 朝廷裡面的那種 雅樂那種 宋樂通常都不會用商調 大概都用黃宗公 那商調一般 這是離別的哀愁的曲子 大概用的是商調曲 那裡面就有所謂 終日羅惟獨自眠 寫的也就是一個女子 因為和自己所愛的人分離 而獨守空歸內心的哀怨 樓上離人暢始終 無非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並沒有太深奧的意思在那裡面 總把春山掃眉帶 那個女的總是把春山掃眉帶 古代都常常用眉如春山 或者眉如遠山 用遠山、春山去形容女人的眉毛 是那麼樣的好看 總把春山掃眉帶 所以應該是 總把眉帶掃成像春山一樣 把自己的眉毛 帶當然是畫眉的顏色 畫眉的色彩 拿這個帶來畫眉 那畫成什麼樣子呢? 畫成像春山那樣子 那可見這個女子 並沒有完全廢妝啊 為什麼沒有廢妝? 因為還是在等待著 她的情人忽然有一天會回來 古代的女子 通常男人不在的時候 就是會起屋高木 水滴為榮 廢妝 廢妝就是說 不要整天到晚打扮得漂漂亮亮 老公不在 你整天打扮得花色造成 幹什麼? 那有幾沒事就站在門口 你看嘛 這不可以 這古代女精聯守折 這個班招的女戒 漢代班招有一篇東西叫女戒 這個班招 班招是班固的妹妹啊 班固的妹妹 有教養的呀 所以那學女戒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提出一些 那些女人應該有的一些戒條 這個你不能夠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這是一種規範 規範 那其中就有這條規範 出屋也容 男人不在的時候 不能也容 不能化妝得太表演 但是有一種情況 女人會重新把那個 本來廢妝化妝品 什麼資生堂 全部都放在冰箱裡面 現在趕快拿出來 為什麼 因為明天 聽說老公明天就要回來 所以你看溫婷筠的 歸院室裡頭 小山 重疊今明滅 並怨欲渡相彩犬 對吧 藍起畫額眉 還是藍起畫額眉 還是要畫 弄妝書喜遲 照畫前後鏡啊 畫面交相映 今天秀羅魯啊 雙雙請整骨 應該是 最近 丈夫可能就會 回來啦 那你不能回來 讓她一看 就是那樣的一個 這個邋哩邋遢的樣子 那她轉頭就 又跑掉了 所以 丈夫要回來 千華不可棄啊 恐是搞殘歸嘛 你們讀《湯詩三百所》裡面 那玉台體 也是這樣 千華不可棄啊 恐怕 千華不可棄 恐是搞殘歸 走夜裙待節 今朝西子飛揚 千華不可棄 恐是搞殘歸 所以 文定宇另外一首 《望江南》各位 應該會讀過 《蘇喜吧》 《獨以望江樓》 為什麼要蘇喜 因為 丈夫 最近要回來了 所以 《蘇喜吧》 《獨以望江樓》 一早起來 就把自己打扮得 乾乾淨淨的 《獨以望江樓》 這個地方 這個女人也是 《東南日出》 《照高樓》 一樣 《樓上黃昏》 《望雨休》 一樣 高樓 眺望 盼望著 有一天 她能夠 回來 所以 《蘇喜吧》 《獨以望江樓》 《過激千法》 皆不是 賢慧 賣賣水悠悠 長斷百平舟 等到最後 當然是失望 所以 過激千法 皆不是 但是還是要有希望 總還是在樓上等待 盼望 所以樓上 離人趟 始終 總把春山掃眉帶 把自己的眉毛 總是還是要 好好的整一下 宜容 修飾一下 宜容 那不止 共得幾多愁 等待著她的丈夫 等待她的男人 能夠來 但是 最後 有沒有實現 沒有 所以 最後還是 不止共得幾多愁 就像 溫丁雲的《望江蘭》 那首詞 一樣 最後還是 過激千法 皆不受 協會賣賣水悠悠 長斷百平舟 最後還是 不止共得幾多愁 共本來有 設 假設的設 設定 或是給 這地方 我們把它解釋成聚集 不知道這個眉毛 會聚集了多少的愁 這個人有幼醜的時候 眉頭總是皺著 才下眉頭 又上心頭 就是 從自己的眉頭 糾結在一起 可以知道他到底 內心有多麼樣的憂愁 不止共得幾多愁 這種 大概也就是 類似歸院一樣的一種詩 總是去描寫 男女之間 遠隔 而相思之情 愛情就是如此 總是那麼不完滿 接著 我們來讀一首 可以去思考的一個詩 五百零五頁七戲 我們由人間男女 現在要講到天上的男女了 這一對天上的男女 卻象徵了我們人間的男女 天上人間 並不是各開的 這首七戲 緩善血分 奉過開 星橋橫過 卻飛回 正將 世上無其別 患得年年一度來 我想七戲這種題目 大概太多人寫了 李尚寅的詩裡面 就有好幾首寫七戲的詩 你去查查很多詩人的詩裡面 大概幾乎都會寫到 很多都會寫到七戲 因為這個故事太有名了 有名的神話故事 大家都去歌詠 因此 你寫出來那多詩 誰寫得好 這個地方其實就同題淨寫 同樣的題目不同人去寫 你就會看到 每一個人都會各出心意啊 看看誰寫得比較有創新的意思啦 前面這兩句 一樣 其實 絕句 好的意思 都是從第三句開始 第三 第四 所以這首詩的 好句也是在三四句 正將世上無其別 患得年年一度來 前面這兩句 平平敘敘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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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那個善,請問那個善是什麼善? 善假如說你把它想像成我們所拿的那個圓善 或者折善,折善可以擋開 或者圓善拿在手上 那為什麼叫斜分呢? 軟善怎麼斜分? 這個善不是我們一般拿在手上搖著風的那個善 這個善是叫善善 善善 他又叫善善 善,屏障嘛 遮蔽,屏障 這個東西是什麼? 在古代的這個宮廷也好 或是大官貴人出行的時候的一種儀仗 你們看那個古裝戲 比如皇帝啊,或者是王公貴主啊 不管是坐在那裡,或者是出行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旁邊,都會用很大的扇子 遮在上面,對不對? 那個就是障壁 在遮蔽塵 或者太陽 不要讓它曬到太陽 或者是風吹過來,沉沙滿天 那這樣遮蔽的沉沙 或者遮蔽的陽光的一種扇子 它通常是用致雞 山雞裡面的致雞的羽毛去編的 或者是用孔雀的尾巴 孔雀尾巴,孔雀開屏嘛 孔雀尾巴的羽毛去編出來的 所以很大,就比較大 不是我們手上搖的那個扇 所以這個地方的扇 就是扇煞,叫葬扇 首先遜古,我們讀古典詩 第一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先解通 馮浩沒有住 馮浩顯然這句大概也不太搞清楚 大概也沒有搞清楚 所以他不曉得那個扇 在這個地方應該要從扇煞 才能把這句解清楚 否則用一般的我們拿在手上搖那個扇 這句不同,你不曉得他在寫什麼 那這,《鸾扇》寫分 鳳、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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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的羅帳 房間裡邊那個羅帳 這兩句取詩呢 是用的典故去做一種比喻 這個比喻 這個比喻,比喻什麼呢? 其實比喻是指天上的雲 云开了云 云螺嘛 满天的云螺 满天的云螺 想象 把它想象 有点拟人 把天空上的 又写的是牛郎子女的故事嘛 所以把天庭当中 天空上的云 满天的云螺 想象成天上的宫缺 里面的云扇凤卧 打开了 云扇了以后 你才能够看到 星桥横过却飞回 所以必须天上的云螺 散开来 就看到了 星桥横过却飞回 这个当然是却桥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典故嘛 所以前面的两句是用点的 所以李商与世的问题 就常常在这里 很多人读不懂 也就是在他用的太多典故 因此假如那个典故 你没有先把它解通的话 后面的意思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 就必须从一个典故的了解 先把善的意思解清楚 然后从善的意思 我们再想象 他把天空上的云螺 想象成蓝善 想象成凤卧 本来遮蔽的整个天空 把我们想象天上的宫殿都被遮蔽了 那现在上开来了 已经上开来了 所以就看到了 却桥横横过天河 天上的银河横过 却会毁 乌却已经搭成桥 让牛郎子女来相见了 牛郎子女的故事 在第三个注解里面说 树亦记 这个是宋启良辰 南朝时代 两人方 其实还有一本书 也同样梁这个时候中礼 有本书很重要 叫《荆土岁石记》 我们古代的很多 风俗年年节节的这些节日 有一个很重要的书 就是《荆土岁石记》 《书役记》跟《荆土岁石记》 这两本书所记载的 牛郎子女的故事差不多 差不多两个合对一下 这个讲的差不多 牛郎子女这个故事来得很早 大概在《诗经》里面就有 《诗经》的《小雅大冬》 这首诗里面 《诗经》的《小雅》 有首诗叫做《大冬》 这首诗里面就有提到 千鸟之女 千鸟之女 天空上的星座 因为它是天空上的星座 是真的天空上的星座 我们的神话里面 也的确就有牛郎子女的神话故事 这个神话故事流传得非常早 从《诗经》时代就有 到了《古诗十九首》 我想各位也许读过 《调调千鸟星角角和汉女》 《古诗十九首》里面 也有写到千鸟之女这样的故事 历代几乎有很多传说 有很多这样的神话传说 我们在读中国古代的神话的时候 我们从小当然也都会去听 牛郎子女的故事 很好听 但是呢 我们大概就只觉得故事很有趣 可是很少人去思考过 古代的这些神话 其实都有象征意义的 它很重要是它的象征意义 比如《长耳编月》 有象征意义 《六让之女》 当然有象征意义 有象征意义 什么象征意义呢 这个我们会看《树玉记》里面 这段故事怎么去解释 人类早期的时候 最远古时代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知识 没有那么多的思想 因此神话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 都很重要 因为远古时代的人 都透过神话的方式 因为神话不是一种抽象概念 不是理论 它是个具体的故事 用这个故事去象征 他们心中 怎么去解释整个宇宙 怎么去解释整个人类的社会 因此这个神话故事 我们都必须要去 做一个比较深层的了解 比如《树玉记》里说 天河之东 有美丽女人 乃天地之子 这古代子女 男女就可以叫子 是天地的子女 积住女工年年老矣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子女 知成云雾消间之一 知本非常美丽的部 新古书五欢乐 容貌不暇整理 天地连起独处 嫁与河西的千柳之夫婿 自后竟费之任之功 瘫痪不归 所谓地怒 折归河东 叫他又回到河东去 回到他娘家去 但是一年一度相会 那底下就不用管 那个是 那个冯浩解释 其实跟道王一点关系没有 完全没有 冯浩一天到晚喜欢 穿着附位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种是一个一般的 大家书写的类型题材 我们其实只回到这首诗本身 去看看 他怎么去解释 李尚寅怎么透过一首诗 去解释这个神话 各位读过 《书役记》这一段话的时候 你把它回想到 我们一般的家庭 这个是不是在写 我们一般的家庭 有某一个人家 有个女孩子 女儿长得很漂亮 她的夫妻天地 看她每天这么样的劳苦 你看好能干 在家里支部都做得非常好 你看也没有时间出去 叫男朋友 你看容貌也不想整理 所以这个父亲就非常的怜爱 父亲对这个女儿也是很怜爱 想办法就找人做美 要把她嫁出去 所以后来找到了一个对象 然后就经过父母之命 一定让她同意 嫁给这个千牛郎 邻村的或者隔壁的农夫 也蛮努力工作的 很勤劳 夫妻两个结婚以后 整天到完都窝在房间里面 洞房花族都过了三个月了 还在里面 恩恩爱爱 你看女的也不支部了 男的也不去耕田了 这么醒呢 非常生气 你们这样子呢 经济生产都没有生产了 怎么吃饭 就抢博他们离婚 那就把女儿就要回来了 可是想一想好像有点不忍 就拆散一对鸳鸯 好吗 好吧 以后就等你们一年建一支面网 你看我没有没有这种家庭 现在还是有啦 古代更有啦 因为这个神话其实很简单 你会看 为什么是织女 古代哪个女性不是织女啊 所以织女就象征的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的妇女 女织男更嘛 所以那个牛郎就是象征了古代的男人嘛 人活着 你知道人活着 人要活着有价值嘛 请问人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请问你有什么价值 价值第一个 道德是一种价值 你看演员有什么本事 一单死习飘饮 人不堪其佣 活也不堪其佣 他叫利得嘛 人活得干干净净 活得很善 有道德之善 这就是一种价值嘛 人生的存在有善 这个人呢 真嘛 真 古代对真 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讲真就是科学嘛 要真啊 一切要真啊 假如古代来讲 这个真会从性情去讲啊 人的性情 你不要虚伪啊 性情啊 男女相爱是不是真 男女相爱真情啊 当然初步真情 爱情出了性情之真 会不会带来一种情趣 情趣啊 美趣啊 夫妻在一起 恩恩爱 美不美 美啊 当然是一种情感的美啊 但是我们活着还有一个价值 叫利 就是经济嘛 经济生存 大概我们这一辈子 人活着 就是在实现这四种价值 回想一下 我们一辈子的努力 是不是就在实现这四种价值 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 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一个善人 你不要变成一个恶棍嘛 整天到晚都在坐牢 你活着没有价值嘛 然后你是不是 活着非常的真性情嘛 不要老是一个虚伪嘛 整天到晚都很虚伪 真性情嘛 日常生活里头 是不是总应该要有美感嘛 你不管喝茶 喝咖啡 游山万水 等等 是种美 一种美嘛 实现美嘛 听音乐 画画 都是美 那夫妻的感情在一起 有情趣嘛 当然也是种美啊 那你要不要有经济生产 你不能靠爸 靠妈 靠一辈子啊 你看经济生产能力啊 一个没有经济生产能力的人 简直是一个废人啊 请问 一个人一辈子 假如这四个价值 全部都协调得很好 都实现得很好 都完满地做到 这个人这辈子就是真的成功 既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又是 即使到年纪很大 还保持一种真性情 那么日常生活里头 也懂得去生活里头 总要有一些美趣嘛 能够听音乐 能够去游山万水 能够懂得欣赏这些美好的东西 经济生产能力又非常好 能够赚钱 养家活口 对社会有贡献 人生完满 我们想一想 这四个当中 最好的状态是彼此都和谐啦 彼此都很谐啦 有时候会产生冲突 冲突 比如说 你要钱 钱都要贪污 贪污拐骗 是拿到钱的 但是经济上获利了 可是你道德有亏啊 道德上有亏啊 当这几个价值产生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选择 其实人生最重要都是在选择 当这四种价值产生冲突的时候 你看那个人的选择 就知道他的智慧 那个智慧不够 你就会选择 钱 经济 但是犯罪了 最近那个什么老板局里面的 那个什么东西 电视新闻前一阵 吵得很厉害 不是被逮捕了吗 人生的智慧 就是用在各种价值的选择 古代这个天地代表什么 天地就是父权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基本上就是家父型的 西方的社会学 有个叫韦伯的一套社会学 讲一个支配的类型 支配 全世界的各民族 有支配的类型 其中家父型 就是以中国为代表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支配就是家父 因为古代的家族 古代的家族 族长非常大的权力 叫父权 非常大的权力 一个族长一句话 底下这些子孙 没有一个人敢讲话 有他决定 你却有他决定 天父就是象征的 我们人间家族 族长的父权 一切由他来决定 所以天父之中有美丽女子 天地之子 积住女工年年劳益 经济生产 劳益当然是经济生产 你看这个女孩子 经济生产 非常辛苦 所以天地连其独处 这个连就是一个父权 父亲除了这个权力的支配之外 父亲本身当然要有人 有人爱 你不能无情 你当一个族长 你不能无情 你虽然可以支配 但是你要有同情心 要有爱 你没有爱 你也不能当组长 所以 连其独处 古代男有份女有归 一个社会的完满 就是男女要能够有适当的婚配 就一定要让一个女孩子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夫家 所以就嫁与何夕的天牛 当女婿 所以爱情 往前再踏一步 就是婚姻 因为没有婚姻 古代的家庭 是不可能组成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男女夫妇这一轮 这个是天地之始 中国人对男女的关系里面 不是那么单纯 他一定要进入到 伦理关系里面 因为这个是天地之始 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 是因为阴阳男女的结合 所以圣经的第一篇创世记 上帝一样觉得亚当一个人 过得孤孤单单 很可怜 所以从他肋骨 凑了一根弄弄 就变成一个女的下枉 让他们结合 天地之始 整个天地的开始 所以夫妇这一轮 在古代是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夫妇这一轮 就没有父子嘛 你怎么没有夫妇 哪有父子呢 一定先有夫妇嘛 才有父子嘛 才能生小孩 有父子之后才有兄弟嘛 不然怎么会有兄弟呢 各家都有兄弟之后 才有朋友嘛 朋友之后才有君臣嘛 因为君臣是到了一个 发展成国家的时候 才需要有君臣 这是五人 男女的关系 在古代不是那么单纯 我们不要把那浪漫的 变成只是一个 两个人之间的事 所以古代的结婚 那么慎重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家族的事嘛 不是两个人的事啊 是个大家族的事情啊 所以他是一个 组成整个家庭 变成社会的次序 整个社会的次序 怎么建立出来的 一定先要 把夫妇这一轮 要先做好嘛 夫妇这一轮不健康 家庭就不健康 家庭不健康 整个社会的次序一定乱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观念 所以一定要男有分女有归 这是一定一个健全社会 总该有的 但是呢 夫妇这一轮 爱情很重要 对 可是不能够弄到 妨碍经济生产 你看这一顿男女最后 沉溺在爱情当中 已经废之刃之功啊 很沉迷在贪荒 两个人贪荒 把国家的政事全部荒废掉嘛 所以这个 私人之功其实是代表的整个 现实社会当中 从政治经济社会 整个的安定嘛 你这个事工都已经废掉了 你这个男女之情不能存在 男女之情不可能离开安定的社会 所以一个国君跟他的后费之间 不能不能说没有爱情 当然有爱情啊 国君后费当然有爱情啊 但是你不能因为 国君跟后费之间过度贪婪 把整个政治搞到一塌糊涂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地方天地就要出来支配了 要做主了 折归河东 你该得到惩罚 但是这个惩罚又不能够做尽做绝了 做绝就是没有人道嘛 所以还是要留一点人道嘛 所以但是一年一度相会 这个就是人道嘛 惩罚当中还是要有人道 所以我们今天 连我们今天法律坐牢 我们都还是要讲人权啊 你这是犯人 你还是要有人道啊 人道相对啊 你不能太没有人道啊 所以但是一年一度相会啊 所以整个牛老子女故事是非常 完整的象征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 我们都把它只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看 那当然因为每个人的选择的角度不一样 李正宁这首是不可能像我刚才讲的 把那整个道理讲到那么深刻了 所以他只取其中了一点 其中哪一点呢 增加四丈无其别了 就是怎么啦 怎么把我们世上那种无其别 一离别之后就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再相见 完全不知道 一对相爱的人 一旦分离 被拆散 被拆散 何年何月何日还能再相见 不知道 不确定 这样 事上无其别 换得年年一度来 还能够换得年年 至少很确定的 盼望得到的 每年的七月七日 我就可以和对方能够见面 反而对比过来 我们人间有太多的无其之别 很多无其之别 一别就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够再相见 天上的牛郎之女 至少相思之情 可以很明明确确的一年当中 七夕这个晚上 他们还能够相会啊 不完满当中 总还是存在着一个希望 人间很多不完满 但是我们还有希望吗 而且那个希望是很明确的吗 当一切都很不明确的时候 其实人对未来是一片茫然 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我想这首诗其实非常深刻 最后我们简单做一个结尾 六百六十页 这首鸳鸦虽然是一首勇物诗 但这首勇物诗却可以来象征 我们也许人生能够希望如此这般 鸳鸦 整个中国古典诗当中 中国古典文学里面 鸳鸦已经变成了一个定型化的象征 这个定型化的象征当然就是 男女一对 夫妻一对 恩恩爱爱 就用鸳鸯去象征 有熊鸟持鸟 李尚领这首诗在这里写得实在非常好 持去熊飞万里天 母鸟飞走了 熊鸟也飞走了 在万里辽阔的天上 熊鸟持鸟分离了 这个地方就整个分散了 分散 人间究竟有多少男女 都是持去熊飞万里天 都是这样的不完满 都是这样的离善 现实世界是非常不完满的 总是有太多的遗憾 越有阴晴远缺 人有悲欢离合 整个现实世界是苦的 我们才会去追求 一种理想 一种永恒 所以此句熊飞万里天 云裸满眼泪三战 云裸满眼 你可讲茫茫的世界 分离之后 离善之后 哪一天哪一月才能够再相见 所以泪三然 两个内心里头 非常悲伤 眼泪不断的掉下来 这当然是有情人 一对有情人 他的离善是什么原因 各种原因 战争使人离善 父权的阻隔 让人离善 像刚才那个天地怒 把他们拆上了 古代社会当中 父母之命 叫你们分开 或者不允许你们结婚 你们就不能结婚 所以梁三伯朱英台的故事怎么来 就是这样啊 梁三伯朱英台的故事就是如此啊 讲的不就是这样吗 孔雀东南非 不是就是这样吗 一样啊 宋康英台的故事就要达到 跟他的丈夫两个拆散 媳妇仁的遭遇 还麦秉器的遭遇 人间多少 这些非常横绝的力量 使得男女之间 最终要离善 在离善当中 两情还能够坚真的守着 这个当然是伟大 所以浪漫爱情 经常都是用来 象征人与人之间爱情的伟大 浪漫爱都是这样 两个最后海事三盟 被拆散以后 可能两个人等待了一生 到了年纪都很大了 他还要再相见 他还要再聚在一起 或者到最后两个被逼的 最终的自杀 都在表现出人性的那样的一种伟大 人性的那种坚持那种伟大 那种都叫风波怨 不需常见风波怨 风波就是被某种力量拆散 使得男女都没有办法能够相聚在一起 古师所里头 风波一师所各在天与牙 人生就是这么多的不完满 风波一师所 这个是现实人间 现实的人间 就是经常有这么多的风波的阻力 这些阻力呢 使得两个男女 没有办法相守在一起 因此他们虽然被分开 虽然离散各在天意 可是还是结了个愿 希望将来总有一天 我们能够克服种种困难 能够相聚 还是圆满 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历经多少艰苦 最终还是要能够在一起 这个就是风波怨 长届风波怨 就是人间 也因为如此 才能显现爱情的伟大 但是太苦了吧 所以呢 李商寅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不要这么苦吧 不虚嘛 为什么现实人间 会让我们都是如此这般呢 所以不许 不许长节风波怨 希望现实人生 不要这么残酷啊 不要让这些有情人 都要去长节风波怨 就让他们所向金龙十两泉 所向金龙鸳鸯 或者一对鸟 不用再云罗满眼泪散染 就让他们在金龙当中 即使不自由 婚姻即使不自由 被一个家庭所束缚 或者被婚姻的关系所束缚 虽然不自由 但是总算还是能够长相失守啊 所以呢 所向金龙十两泉 最后还是能够两个长相失守 虽然是所在金龙当中啊 可是毕竟不用那么 辛辛苦苦的长节风波怨 还是能够在一个安全的 稳定的空间当中 两个人可以长相失守下去啊 所以所向金龙十两泉 这样的意思 永无师我想最后做一个结尾 就是人间现实社会 其实人生真的有太多 不能如愿的地方 人生总是在历经的各种阻扰 各种艰苦 可是我们还是祈求 人生最后能够两泉 总还是希望最后能够两泉 所以所向金龙十两泉 我想这种诗永无师 其实是里头所描写的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到 可以去面对的人生 不必一定要非要 把他拉到跟李商隐的遭遇 作解才可以 你看冯浩的《死脑筋》 这首诗最后他还是要 此意互相伤别之作 非纪念事 他的整个解释已经完全死掉了 全部每一首诗 有关没关全部要扣到李商隐 一辈子的遭遇 都跟他的生平遭遇有关系 诗这样解 其实是把意思越讲越窄 意思越讲越只是剩下李商隐 一个人个别人生的遭遇 其实一首好诗所写的永远是 每一个人都会经验的人生 一首好诗就是能够把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验到的人生写出来 那我们读了这首诗以后 都会感动 都会先得我心 都会与我心去取悦 都才是一首好诗 所以解释 这样解释不对的 我想我会给各位做一个比较新的解法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下学再回到李商隐市的证课 就是这样 好吗 OK 到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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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